这三阶段里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一定会 import一个这个 主要是靠它啦 Android里面有个content 里面有个叫share preference 就是 它的一个叫做什么share分享 分享喜好设定档 也就是其实 就是把资料放在这边就对 又靠这个类别帮我们完成刚刚的事情 OK那所以 首先的话宣告部分我们大概几个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你的档案名称 那我这边宣告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叫 比如说叫prename 那名称的话比如说我叫这个名称gda02 这个名称的话因为是 考试的时候他给他一个预设的名称 那你可以改 这个名称就是将来 在那个data底下 能看到那个什么什么.xml 那个name 实际上从这边来的 另外呢因为有三个资料所以我们分别 宣告有三个stream Key01到03 那这个名称的话你可以去制定 OK 接下来的话呢 edtax我们有三个 所以呢宣告三个 那你也可以不要三个 你可以逗点 其实这边可以再个简单一点 逗点 010203 更简单 然后button 一个bt好了 OK 那那个button的事件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这个事件我们先讲 他主要的事件就是什么 就是finish 也就是说呢 当我按一下按钮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程式给关掉 不做任何事 就是说关掉 但是关掉的时候呢 会触发一个什么呢 一个on stop的方法 这个部分当然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放在on detroit 看看会不会成功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在on stop 这个地方 我想前面讲过 在生命周期里面你可以 自换实作方法 自动加进来 当on stop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去 利用什么呢 share 这个 preference 的这个类别 对不对 如果你这拼不出来没关系 你就是在上面 import一下 像这地方 import的时候你就记得 它在content里面 然后点下去之后的话 其实 也可以出现 像有时候你这边 类别名称能打不出来 其实有时候 可以这样点下去之后 然后它自动会去 去查 帮你查到 content里面的有哪些类别 那你可以打一个s 其实打一个s基本上 应该就会 出现的 在第三个 按个enter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利用这个名称 去 如果你背不出来这么长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这个一个小技巧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 物件名称st 然后面特别注意 用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要get 因为呢 我们 要先怎么样呢 先取得一个档案 这个地方get get主要是要取得什么 取得这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的话 我们要先确定这个档案 到底 有没有存在 有没有存在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用get share 这个preference 特别注意就是说 stop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在切到上面的这个 uncreate的时候 也是一样用get get 看一下 上面 get preference 下面 get 那主要就是说 我们要先取得档案 这个地方先取得档案 那档案的名称的话呢 我们是用上面这个prename 就是取得上面我有宣告一个字串 那后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 零 零代表什么呢 其实零的 这边后面有相关的说明 就是他的存取的模式是 写入模式呢 还是唯独模式 有没有 那如果说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零 或者你可以打上那个mode private 有没有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 这一个档案 就是所谓的私有 那私有意思说只有这个 我们这个class呢 可以存取 其他的class 无法存取 OK 特别注意 那再来就是我要怎么样去修改里面的 资料 那这里的话特别注意 我必须要再修 这个利用一个纸类别 这个纸类别叫edit 利用这个edit的 那一样 这个纸类别 宣告一个 物件叫edit 然后呢要怎么样去去修改它 对不对 后面有一个什么 edit的一个方法 方法那里面的话怎么去存取呢 我要塞资料 所以用put put string 然后put string有三个嘛 就把三个资料分别放进去 那最后再一个commit 确定已经把它写入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在stop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资料写到那个 share preference 里面 OK 然后其他的 这个unpose 这我想 看要不要自己再加上去 那 uncreate 下一次再打开 比如说我在执行它的话 那我就uncreate 一样 第一个当然是连结 也是三个连结 再来的话呢 也是去 也是要去找到这个档案 是否存在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三个key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什么 因为 stop的时候是put 在uncreate的时候是get 所以get三个 然后呢 去取了它的key 这个key的话呢 它会去找找看 如果有找到的话 就帮我把它放在value里面 那这个放在value123 最后再用set 把它显示出来 另外后面有个空置串 也就是说如果里面抓不到东西的话 你可以给空置串 避免什么呢 避免说里面如果完全没有资料的话 或者是不存在资料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产生错误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所以主要会有 两个方法 一个是 unstop 跟uncreate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在unstop的时候 如果第一次执行 因为这个档案如果不存在的话 它会帮我们自动去create出一个 对应档名的xml档 然后后面的是存取模式 最后再把它 去做变更 所以变更的话特别注意就是 会用一个子 类别 产生一个子物件 这个物件名称就是editor 然后去透过editor 去帮我们做什么呢 做修改 就是把值放进去 的动作 那一般呢 避免就是 担心就是有错误 我们会在那个editor 这个editor里面呢 再加上那个空字串 比如说前面有加一个空字串 主要就是避免说 里面呢user没有填任何东西 但是呢也帮你 也按下那个 比如说commit 那这样子会产生错误 所以我们可以 比如说在那个editor的前面或后面 加上一个空字串 避免这个程式发生错误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んで